哈囉 大家好 我是First Day Sajang 今天呢 是我們的西班人 外國人為什麼要在台灣 耶 今天的來賓是柯琦的圖家 喔 你們講台語 我第一次聽到耶 你之前沒有聽過台語 有有 我有看 我有看 可是我不記得妳有講台語 而且每次都會講台語 對啊 台語和我講 那我跟他認識是因為 在WTO姐妹會一起上節目後來認識這樣子 那想問來自柯琦的圖家 為什麼你會想要來台灣呢 因為是台灣真的這麼說 教育的部分很好的一個國家 因為是現在 柯琦跟台灣不是這樣的 台灣的教育比較好 還有我在柯琦的時候 我認識了兩個台灣人 他們對我很好 之後他們說你可以來台灣 看看台灣什麼一個國家 我來台灣的之後 我確定台灣真的很方便 很安全 還有我的堂哥 我的老婆是台灣人 這個之前有聽到 堂哥的老婆是台灣人 對 可以問一下 他們是怎麼認識的嗎 一個婆媳人 一個台灣人 我的堂哥也在這邊讀書 在台灣 讀書的時候他們認識 這麼結婚 他們現在有一個小朋友 對 哇 漂亮 那你在土耳其遇到的那些 對你很好的台灣人 他們也是有學到土耳其嗎 是他們有學在土耳其 因為是那個時候 我的怎麼說沒有 沒有英文 就是他們 土耳其語言共同的 他們是 他們的土耳其語言真的很厲害 他們今天想台灣 因為是之前我沒有聽過台灣 你知道 你是日本人 所以你知道台灣 可是 了解 現在的話 可能日本人都不知道台灣 但是 我來的時候也是 還是有一些 日本人不知道台灣 真的 你來台灣多久了 我來台灣很久 現在來 已經十年 五十年以上 像你嗎 九年 哦 那我可能是你的兩輩 對 你是我第一次在台灣交到的 對 對 對 然後 那個剛剛開頭 你不是要講台語嗎 對 開頭會講這個 大家 你平常真的會 有辦法用台語對話嗎 我還有 會說一個句子 你的 我聽不懂 對 我聽不懂 因為我也會講一些台語 不然 如果我們用台語對話的話 會太困難了 我想問你就是 第一次來台灣 你的感覺是什麼 有什麼跟土耳其不一樣的地方嗎 第一次來台灣的時候 你們知道 台灣的美食跟土耳其的美食不一樣 所以路上 如果你們走路的話 你們在歐洲來的話 台灣的美食講的關係很重 臭豆腐的味道很臭 還有沒辦法吃東西 你來台灣很乾淨的一個國家 對呀 不過 美食很難吃 你覺得美食不好吃 現在我超喜歡 你知道我常常拍好吃的東西 對 因為我一開始來台灣的時候 我並不是一開始就全部都敢吃 但是我比較例外的是 我一開始來的時候 我就敢吃臭豆腐 臭豆腐 對 我一開始就敢吃 但是其他的像 滷味啊 還有那個甜不辣 還有豬血糕 這三樣東西 我一開始完全不敢吃 我大概來台灣 三年之後 才開始慢慢吃 然後現在變得很喜歡吃了 但是我一開始不敢 那如果滷味的話 你覺得會吃嗎 應該是會吧 因為是 除了豬豆腐以外 我都可以吃 哦 裡面要是沒有豬肉的話 有的話我都可以吃 哦 台灣的美食真的很好吃 哦 了解了 鴨血的話可以吃 鴨血我一次試試看 可是怎麼說我會吃 哦 是你還是不喜歡 不喜歡 這脫鴨血有什麼美食啊 土耳其的美食 百分之八十多烤肉的 哦 烤肉 土耳其烤肉 啊 都聞一下 啊你那是 對 那我叫 外面全都化 都是烤肉 還是差別買這種的 哦 是哦 所以都是烤肉為主 對 我們超喜歡烤肉 哦 哦 所以不太吃青菜嗎 我們比如說 每個 每個晚飯的旁邊一定有沙拉 嗯 可是我們沙拉 我們不是煮沙拉 我們只是加鹽 加有些調味料 那時候也都是吃生菜沙拉 對對對 因為我覺得這點跟日本很像的 很多到日本的台灣人都會想念台灣的燙青菜 對 因為台灣有那個水族的燙青菜嘛 但是日本也是 外面通常不會賣燙青菜這種東西 也都是吃生菜 所以這點跟土耳其就蠻像的 對 哦 那你來台灣啊 有遇過什麼 那你覺得不開心的事情 或者是不習慣的事情嗎 不開心的事情 我覺得在台灣很開心 這是不開心的事情 台灣跟土耳其很遠 啊對不對 我很想去土耳其玩耶 一直沒去過 我妹妹現在生病 我沒有常常去他的旁邊 因為是很遠的兩個國家 可是其他的部分我已經習慣了 我超喜歡台灣 嗯嗯嗯 我要跟一個台灣人結婚 哦 所以我超喜歡台灣 哦 哇 哇很開心 交到跟我一樣很愛台灣的好朋友 在募索一下 欸你這跟什麼 我要一起 這個是在那個美國的YouTuber的一個標誌 這個是 這樣子嗎 問一下土耳其就是來到台灣 有沒有有去募索嗎 讓你覺得感動的故事 當然有 這個是我每一次 記得的時候 我真的很感動 我要哭 哦 我妹妹生病的時候 很多很多台灣的朋友 很多台灣的粉絲給我簡訊 哦 土耳我們是你的一個家人 你妹妹希望早一點健康 嗯嗯嗯嗯 還有他們 他們要送給我妹妹很多很多禮物 他們說 我們支持你 土耳加油 嗯嗯嗯 這個是我真的很感動 因為是 現在我知道 他們跟我是一個家人 嗯嗯 所以這個是我覺得很感動 哦 真的耶 真的好感動 你有嗎 有有 我想到有一個 就是 因為以前 我還沒有做這些工作的時候 呃 比較專門在做那個 筆譯跟口譯 對 然後我在做口譯工作的時候啊 呃 跟日本人工作嘛 那那個日本人來台灣 那那個 這個日本客戶 他要 急需換台幣 日幣要換台幣 但是那天是 我永遠記得那天是禮拜天的晚上 所以像銀行 就是任何可以換錢的地方都扭開 然後我們那時候在台北捷運站那邊站著 我們就 呃 那個 那位客戶還有我 跟另外一位 投議員 就我們三個 站在那邊 就講說 欸那怎麼辦 那我們都是講日文嘛 嗯 結果 就真的我們想說怎麼辦的時候 前方呢 那有三位台灣的伯伯走過來 而且 他對我們講日文耶 他就說 他說 你們怎麼了 我就很驚訝 想說哇 那個他們會講日語 那我就跟他講說 就是 這位 那個客戶先生 他想要換 台幣 可是沒有地方 地方可以 地 沒有地 我變台灣國語了 沒有地方可以換 那怎麼辦 對 結果他就說 啊那跟我們換就好啦 非常好 對 完全不認識的陌生人 而且是他們 來找我們 搭話 不是我們去求助 是他們主動過來幫忙 我們就說 啊那我們查一下匯率 他就說不用不用不用 不用查匯率沒關係 就是隨便這樣 大概就好了 哇真的超級的 慷慨跟大房屋 我覺得超 超有愛心的 真的很好 覺得我們都要哭了 就覺得說台灣人怎麼那麼 文型真的很感動耶 就 至今我都一直記得 那些伯伯們 就很想要再遇到他們 再跟他們說謝謝 很可愛 真的很可愛 對 那剛才土家有說 就是你會希望 娶個台灣老婆 然後一直住在台灣 是嗎 對啊 了解 欸今天這個很有趣 因為我不曉得原來 土耳其人 就也蠻常到台灣來 這樣子 聽比較多 所以聽比較多 那真的很高興 可以認識你 對謝謝文英 應該開心 好 好我們之後要再多一起拍影片 哈哈 還有你們別忘記 Sachiko的 YouTube在這裡 那 這裡 應該是這邊 你們快點訂閱啦 謝謝 因為他的YouTube頻道也很厲害 謝謝 我超喜歡看他的影片 謝謝 可是他沒有看我的影片 有喔我也要看 他不知道我怎麼開始 打給一個晚上 對 那個什麼 對不起我忘記你的開頭有打給後 但是我就想說 欸你是完全的會講台語嗎這樣子 沒有沒有沒有 所以你們趕快訂閱他的YouTube頻道 謝謝謝謝 好 那那個還有其他的內別影片 別忘記也訂閱圖家的頻道喔 他的頻道也很多 很有趣 超棒的 常常在新聞分享這樣子 其他還有每天用Instagram Facebook 就是用中日文 分享一些資訊 也可以歡迎追蹤一下 那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 我們下集再見 我們下集再見 我們下集再見